如果這樣的話 你如何維持一個行業模式 在那些使用者不費你的服務 市長,我們開網站 喝個水潤唇一下好了等等要跟阿公聊網路 乖皮妹,一周國際 本周國際開過啦 嗯,阿公你知道晚點數心理測驗會洩漏個資嗎? 嗯,而且還能印象美國總統大選喔 嗯,還有英國脫結果 嗯,阿公,你知道什麼是臉書嗎? 好的,這周我們就來跟阿公說說 臉書泄密風波 我們沒有把我們負責的責任 而是我的錯 我抱歉,我抱歉 我抱歉 好了好了好了 臉書執行長薩克勃為了火燒屁股的洩漏科斯問題 10、11日先後到了美國參眾議院接受拷問 先來個重點整理吧 薩克勃首日問答 讓臉書股價應聲上揚4.5% 他態度誠懇博好評 認真回答各種不熟網路的阿公級參議員問題 至於個資洩漏危機嘛 薩克勃表示 臉書努力借決中 那到底是什麼個資問題 讓全球臉書用戶這麼不爽呢? 聽眾會上的這段精華問答 應該可以解釋一切 Mr. Zuckerberg, would you be comfortable sharing with us the name of the hotel you stayed in last night? Um... Uh... No If you've messaged anybody this week, would you share with us the names of the people you've messaged? Senator, no, I would probably not choose to do that publicly here I think that might be what this is all about your right to privacy the limits of your right to privacy and how much you give away in modern America in the name of connecting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是的,上個月中 英國資料分析業者劍橋分析前員工魏力爆料 2014到2015年間 劍橋分析在臉書推出心理測驗 假學術研究之名 非法取得大量的臉書用戶 及其好友的政黨傾向等個資 而這家劍橋分析公司 2006年受固於英國脫派團體 和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川普陣營 針對這些臉書用戶投放特定廣告企圖影響選情 個資受影響用戶高達8700萬 而這件事呢 臉書早就知道了 但只要求對方刪除資料 並沒有積極追蹤後續 讓薩克伯被批評 靠用戶各自賺大錢卻未盡保護之責 當時臉書提出 那是在臉書中的研究研究研究 其實是為了 標準的患性政策劃 相較第一天參議員阿公吉的發問 第二天眾議員們的攻勢可就猛烈多了 抓著劍橋分析醜聞猛打 但薩克伯幾乎都以後續回報來搪塞 儘管國會拷問全身而退 但後續危機還是得處理啊 臉書面臨的問題還包括 俄羅斯一次利用這平台散布假新聞 影響美國大選 以及臉書對應用程式管制泰松 讓他們輕鬆獲得大量用戶資料 雖然薩克伯已經著手處理了 但欺詐的美國用戶 早就開始刪除臉書運動 然後開心轉去Instagram 阿公你知道Instagram也是臉書的嗎 原來不只有阿公 有五成的美國人也不知道 Instagram是薩克伯的 You don't think you have a monopoly It certainly doesn't feel like that to me 想要消滅臉書 I'm just gonna go extermin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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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平妹一週國際每週日中午播出 想看什麼歡迎留言喔